全打米28 脚踢苏35 俄乌战场上的空中杀手 说的就是英国的星光便携式防空导弹 在俄乌战争中 英国与美国都给乌克兰提供了武器支援 其中英国送去了 号称全球飞得最快的短程便携式防空导弹 也就是星光导弹 用于打击俄罗斯的空中力量 最终结果也没让乌克兰 之前就有过一段俄罗斯的米28武装直升机 在乌克兰上空被击落的视频 在被导弹击中后 米28武装直升机就断裂成了两节 虽然在直升机被击中前 几乎看不到导弹来袭的迹象 但是后来英国《泰晤士报》证实 击落俄军这架米28直升机 就是英国提供给乌克兰的星光便携式防空导弹 在达成击落米28这个成就之后 还传出了星光便携式防空导弹 乘胜追击击落了 俄军的苏35的消息 虽然之前也有过俄军的苏30SM战斗机 以及苏40战斗轰炸机这种固定翼战斗机 被乌克兰的单兵便携式防空导弹击落 但是这些被击落的俄军战斗机 基本上都是在超低空突袭时 遭到便携式防空导弹的突然锁定 还没来得及进行规避 如果将飞行高度提升到4000米以上的高度 大部分的便携式防空导弹 对其产生的威胁就已经相当小了 即使遭遇攻击基本上也能规避掉 但是星光导弹不同 除了拦截低空超低空飞行的目标之外 还能打击在中等空域飞行的高速飞行器 这下问题就来了 星光导弹的性能到底有多强 与其他便携式防空导弹有什么不同 说到星光导弹 那就不得不提标枪 注意此标枪并非比标枪 除了美国的标枪反坦克导弹之外 英国的肖特兄弟公司 也研发了一种名叫标枪的单兵监设 进程防空导弹 该导弹可以自动跟踪和制导 对使用的要求也不高 其发射时不需要精确瞄准 只需要目标在单目瞄准镜的世界内就行 而星光导弹就是英国在标枪导弹的基础上进行升级改进而来 又称为星文 代号为S14 在性能上与标枪导弹相比有了较大的提升 既然是改进版 星光导弹的制造商依旧是肖特兄弟公司 其在制造理念上 就与普通的便携式防空导弹有所不同 星光导弹是英国在亚马海战结束后 针对单兵对高速目标拦截能力的不足提出的高速防空导弹的产物 其作战的目标也从低空突袭扩大到了处于中等空域的飞机 在1986年研制工作正式开始 1988年就首次实验成功 之后便开始批量生产 并在1993年装备英国陆军 星光导弹最初的设计 其实便携式的防空导弹 只是在后续的发展中 又发展了三脚架式 轻便车载式 以及装甲车等多种型号 到1993年年底 一共生产了422枚星光导弹 研制以及生产的总费用达到了2.7英镑 星光导弹直径0.13米 弹长约1.4米 导弹重量20公斤 射程0.3到7公里 射高5公里 速度能达到4马赫 单发杀伤概率为96% 其外星设计采用了原柱形弹体 由两极固体火箭发动机推进 后部则是较短的起飞发动机 中部则是侧向折叠的四片巨型尾翼 还算中规中矩 但导弹前端则画风突变 外形非常的奇葩 一个弹体上有三枚子弹药 为三个标枪子弹头 弹头外形非常类似飞标 每枚子弹药长396毫米 直径22毫米重约1公斤 呈正三角形分布 而且每个子弹头都包括了高速动能穿甲弹头 以及一个装药450克的小型爆破战斗部 星光导弹的制导系统也是特例独行 大多数的便携式防空导弹 使用的都是红外制导系统 基本上就是不同波段或者加上紫外制导 提高其抗干扰能力 而星光导弹则是直接选用了激光架数制导 这种制导方式一般会在反坦克导弹身上出现 而英国人非得走与众不同的路 直接用在防空上 这一举作直接导致了其控制单元的体积庞大 但也防止了导弹被红外诱饵制导和无线电干扰装置欺骗干扰 为了保证导弹拥有击中等空空域目标的能力 星光单兵便携式防空导弹采用两极火箭发动机 第一极火箭发动机能将导弹推离射手300到400米 随后第二极火箭发动机点火 将导弹逐渐加速到4马赫的高速度 在火箭发动机燃烧完毕之后 弹体前端的三个子弹头分离 并保持三角形固定队形向同一目标飞去 射程达到了7000米 而且在这三枚子弹分离之后 是以1250米每秒的速度朝目标飞去 采用激光制导 并且每个弹头都安装有延迟碰炸引信 能够在刺入目标内部后再爆炸 因此虽然其战斗部的装药不如其他便携式防空导弹 但是只要命中 还是能够重创苏35S这类重型战斗机 而且其发出的两道激光束能量较低 在提升制导精度的同时 也降低了触发激光告警系统的几率 再加上最大4马赫的速度 在被星光击中之前 飞行员即使得到预警 也不太可能做出反应 当然了 除了上面的优势 星光便携式防空导弹 还拥有优秀的大过载机动能力 其能以9G的过载机动进行机动拦截 目前现代战斗机飞行员的抗过载极限 基本上也就是9个G 这也就意味着 只要星光导弹能看到 处于中等空域的敌方战机 就有不小的概率击中目标 当然 星光导弹也不是没有弱点 由于采用了激光制导 其控制单元的体积较大 加上两极火箭发动机 其重量要比其他的便携式防空导弹要重得多 便携性不够 比如美国的毒刺 包括发射架在内的重量也只有15.6公斤 在单兵携带上不如毒刺方便 其次 激光制导虽然有较强的抗干扰能力 但是激光要一直跟踪目标 这样就导致无法在山区地形复杂的区域作战 这个问题在乌克兰这种平原地带 交通较好的情况下使用 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但是 如果在阿富汗的山区就很难使用 不仅携带不方便 而且很容易造成战斗单位暴露 最后就是价钱比较贵 其制导的控制元件以及内部安装的驱动系统 以及激光束接收控制电路等设计较为复杂 所以一套星光系统的售价在10万美元左右 而同类型的独次的价格只需要5万美元 比星光便宜了一半 西方的售价也只是在6万美元到10万美元之间 总的来说 星光导弹是以牺牲星光导弹的重量和机动性为代价 来提高导弹的威力 以及对高速目标的锁定能力 所以相对于独次这种一段距离超过5000米就歇菜的便携式导弹 星光导弹能以4马赫的速度对付7000米内的目标 对处于中等空域的目标造成威胁 另一方面 星光便携式防空导弹 凭借着弹头的穿透力 除了能够执行防空作战任务之外 还能够攻击装甲车等非重型目标 根据英国自己的测试 星光导弹能够穿透FV432型装甲车的前装甲 所以理论上 乌克兰也能够把星光导弹当成反坦克导弹用 拿来攻击俄军的装甲车 只是稍微有些大才小用而已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了 各位认为星光导弹是强还是弱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 下期见